歡迎大家收看《移民而難為理解》 今天我們有位非常資深的顧問 顧問Fact 上來跟我們講解移民的難題 最近我也想知道 現在天氣這麼熱 我們除了去游泳之外 除了去旅行之外 現在最熱門 最熱門是哪些地方大家會查詢移民的呢? 近來比較多 日本 因為日本香港人當作是第二個鄉下 我剛才早上兩個星期才去 你去完了? 現在的日圓升了多少? 升了一些 之前有一段時間跌至4.9 4.8也試過 短暫的 現在是5.5 但仍然很划算 比以前我們對7 所以去日本旅行是非常習慣 但住的是另一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Fact 回來了 首先要講講 其實最近香港移民的潮 好像又再興起了 沒錯 很多因素的 我們不說 以前一直介紹的 主要是歐美國國家 所謂美的不是美國 而是加拿大 歐洲我們也有的 有葡萄牙 另外一些很熱門的 加拿大 澳洲 特別是英國 日本我們未介紹過 日本有移民 據以前所說的 有相當高難度 是 其實這也像一個都市遙傳多一點 以前網絡說要娶一個 日本的老婆 然後也不能入籍 其實就沒有大家想得這樣 只要你滿足到日本的要求 其實就算用我們今天介紹的經營管理簽 或者高度人才簽證 五年後 你最快就可以入籍 拿到日本的護照 我們從大的角度去看 如果香港人移民到日本 是有哪幾個類別的 其實通常來說 有些可能會選擇去那邊讀書 然後留下工作 你可能找到僱主 工作簽證那種是可以的 但正常來說 我們不容易找到日本的僱主 而且我們大部分香港人都未必 就算你喜歡日本 不代表你認識日文 所以一般來說 香港比較日本的方法 我們做得最多的就是 提及經營管理簽證 以及高度人才的管理簽證 簡單來說就是去日本做生意 就算你不懂日文也好 也沒問題的 我也聽過有位朋友說 你不懂日文不太害怕 你也可以去日本 拿到那邊的移民身份 不過問題是 如果你不懂日文 那當然有一定相當程度的經濟能力 所以想說是甚麼經濟能力 通常來看你申請哪個簽證 如果經營管理簽證相對的要求會低 但高度人才簽證 說明是高度人才 相對地你在那邊做的生意 你的收入就要高過普通經營管理簽證 但是以我們香港現在的尺度來說 我們的薪金水平實際上 不比他們低甚至高過他們 你的意思是在我們香港賺那麼多錢 還是要去日本有份工資給你那麼多錢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通常經營管理簽 或者高度人才簽證 你都是在那邊做生意 做生意的生意要交稅之外 其實你有份量出給自己 那些所得稅其實也要交稅 其實日本的簽證你得不得到身份呢 那個重點在哪裏呢 就是你在日本有多大貢獻 貢獻好像很抽象 去看這個 交稅 你交得越多稅 你越大機會得到它永居 或者我們叫做歸化 即是得到日本的公民身份 哦明白 在這方面其實那個竅妙是什麼呢 大家都慢中中的 我又不懂日文 我又去到別人生疏 你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這些 有什麼需要的朋友呢 第一最重要的 其實很多時候坊間也有些 就像之前電視訪問 說原來有些中介 又不是找律師幫他做 最後原來根本沒有幫他申請到任何簽證 甚至乎坊間有些 就說要做一些民宿 或者做一些特許經營店 那些特許可以的 其實也有些移民在裡面的 但是我們的優勢就是我們是用日本律師全程去做的 我們是律師幫你去做申請 另外就是我們在日本有一個商會 這個商會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去到 好像剛才台長你這樣說 我不認識日文 我又去過日本很多次 又不代表我認識很多人的嘛 在日本 所以其實我們在商會有幾百間公司 他們就可以和你分享一些牌照 幫你做一些稅務的講座 你可以學習關於稅務的東西 可以教你如何做生意 教你日本的一些勞動法例等等 讓你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起碼你不賺錢 你先不要犯法 因為犯法你去到最後什麼都拿不到的 沒錯 不要說身份 犯法你就不用注意我申請了 不用申請了 你剛才說的那裏有一些商會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直接打電話來問宋先生和Fred 他們會提供後面的具體資料給你 現在後面我們看到 在日本其實有一些專業資格 是否已經列出來的時候 都是可以成為申請移民的途徑 應該這樣說大部份都是 不過去到最後簡單說 其實日本有幾種身份 因為它有一張叫在留卡 好像我們香港的身份證 在留卡上會寫明你是一個什麼身份 如果你是一個經營管理的 它會寫明經營管理 那你那邊就是做生意的 即是它的身份證不是代表你是日本公民 它寫明你是什麼身份 類似香港身份證的一粒星三粒星 我們三粒星就是永久性居民 如果是永久性居民的話 它會寫著你是永住的 所以其實我們所說的經營管理簽 高度人財簽 其實到最後只要你滿足他們永居的要求 即是說如果你說做經營管理簽證的話 最快10年 你經營管理生意做10年 如果你有這麼長的貢獻 那你就可以獲得永住的身份 另一個高度人財簽 即是你在那邊交多點稅 你做的生意規模大一點 另外你學利又高一點 或者你有這麼長的日品程度 你做到高度人財簽 最快一年可以獲得他們的永住身份 那就跟我們香港拿身份證有些不同 因為香港無論有什麼優材高材都好 你最快要7年才能獲得香港的永有性居民 沒錯 但日本不是 日本就是如果你的資格高一點 你就可以最快一年獲得他們的永住 那是不是像加拿大那樣計分 沒錯 高度人才要計分 包括要計你的學歷 工作經驗 年收入 另外就是你會否認識日文等等 很多不同的範疇去計分 如果大家對於這方面有興趣 也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用律師幫你去計分 但是比重就不用在這裡詳細說了 總之就是日文好一點 你就更好一點 沒錯 你錢多一點就更好 對 即使一年多一點 沒錯 這就是重點了 如果日文沒有那麼好 其實在那邊的年收入高一點 交税多一點可以遮蓋 沒錯 但大家也想知道門檻有多少 譬如說你要交多少歲才會有些希望 這也是我們的優勢之處 因為其實坊間有很多中介的公司 他們都是替你扮手簽的 即經營管理簽證 我幫你搞了第一個簽證 然後我不管你了 之後能否做到簽證就不關他們的事 但我們的做法 因為我們用日本的律師 我們會做一個整個身份的規劃 由你取手簽 因為手簽很容易 最難永遠就是在逐簽 因為逐簽是日本真的要看你經營成點的 你有沒有交稅、生意有沒有起息 你連年虧錢其實到最後 可能逐到第三年他就不逐給你了 那你就虧了些錢就要回來香港 即是每年每年計算嗎? 經營管理簽是 因為經營管理簽的簽證有分一年三年五年 最初兩次通常會逐簽一次給你 即是第一次申請一年 第二次逐簽又給你一年 看你生意做成怎樣 如果你上了軌道他有機會給你三年 即是三年後再做得好些 他會給你五年 那你偷逐十年便可以申請永住 但如果到第二年你發覺生意都是虧錢的 他不會逐三年給你了 可能逐一年給你 對呀你搞年不碰 搞年不碰就沒有了 其實他有點像台灣那種玩意 即是成功經營 台灣只是玩你而已 但日本不是的 日本總之很簡單 你有貢獻的 所以我們通常的做法 因為整個身份規劃就是我們一開始就著你的背景 我們會有一個預算給你的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會怕無底心痰 可能會不會做了十年後 虧了幾百萬 最後身份也拿不到 所以我們一開始幫你做整個規劃 每一年我們幫你計算 你這個情況大約要交多少稅 包括很多東西 因為日本是一個萬稅的國家 每一樣都是稅 包括因為它有分國稅 有分地方稅等等 是的 比較複雜 而且你的生意也要交稅 你的收入也要交稅 普遍來說 你預算一年都要交成 因為每個背景不同 我們會幫你計算的 可能有些情況 例如之前我們有一個碩士畢業 又懂得日文這些 他可能每年交 可能都要交成三四十萬港幣的稅 但那個%是多少度 例如佔你總收入的大約多少% 逐樣看 如果是收入大約10% 另外還有一些住民稅 住民稅可能有十幾% 還有保險 對 保險 退休保險 是的 這些叫做年金 都算你幾% 所以還算你辦公室的租金 所以剛才我提到的 可能起碼三四十萬港幣 是包括你在那邊租辦公室 因為無論經營管理簽證 或者高等人場簽證 一定有一個辦公地址 你是一個獨立的門牌 即是支出你也要付稅 是的 所以這裡你每個月都要講幾千元的 這個話插一點題外話 剛才Fred不停強調 我們在日本是律師幫你處理的 整個律師團隊幫你處理的 Fred的背景 我們公司的背景 在香港來講都是律師樓的團隊 所以大家會比較放心 大家用一個法律的程序 合法程序 不是一般中介口吼吼 大隻講的程序 即是講了就當做了 譬如剛才提到 即是首簽他幫你做了 第二次第三次的時候 他就未必會幫你 或者幫你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所以大家聽了這個節目之後 你找我們幫忙 固然之是開心 就算你說我出去找了一些中介 這裡要千萬千萬留意小心 就是這樣 是的 後面的圖表就說 熱門在在留的資格比較 詳細詳情大家看圖表 就可以再來問宋先生和Fred 但我想提出最重要的一件事 門檻是多少 如果純粹是說錢 門檻是500萬日圓 其實很少錢而已 對現在可能20-30萬港幣 但通常來說 真的未必足夠的 坦白說做一盤生意也不太簡單 如果你沒有請人 他便會覺得你的生意 沒什麼貢獻 因為請人一定是最大的貢獻 請兩個當地人一定是最好 你越請了多人就越貢獻 你越交了多稅就越多貢獻 沒錯 所以不只是薪金的問題 沒錯 圖表大家詳細審閱 我們不在這裏詳細說了 Fred 其實這兩個之間的分別在這裏 跟誰對香港人比較好處 其實我會看你的背景比較多 如果你本身有大學學位 還有你懂少少日文 最好如果你有N1N2當然是最好 N1N2基本上是日文日檢的考試 最高級就是N1 日文水平 是的日文水平 N1N2有不同的分寸 如果你說你懂少少日文 然後你有大學學位 你在高度人才就會有一個優勢 因為是計分的 但如果客戶之前有一個碩士畢業 不懂日文是不要緊的 你去到日本 你的年收入高一點就可以了 到時每個客戶都會計算給他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不夠分 我會建議你的生意 你要出多少糧給自己 你要交多少稅 你也是能夠滿足到永住的要求 簡單來說就是你那裏有一個生意 是 你是自己續賣員 其中一個員工 沒錯出糧給自己 那你自己出多少糧給自己 你會自己控制到 沒錯 你要調校到一局 你認為他可以接受到的程度 是的 因為這方面我們律師很有經驗 我們知道究竟什麼為之 合乎申請永住的資格 或者什麼合乎 拿國籍 即是我們歸化日本資格 我們可以給予一些法律意見 但是歸化和拿永久居留 我想香港人也不需要太介意 是否做日本公民 你拿到日本的永住 拿到日本的護照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已經是OK了 應該這樣說 每個人想要的不同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拿日本護照 理論上你要放棄了你本身的國籍 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又不想放棄 那我先放棄 我又不想放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拿著日本的永住就算了 但是日本的永住也有些 你不會倒露兩頭理 始終你不是日本的公民 你沒有參政權之類的 另外就是假設你在那邊犯了事的話 如果你只是永住侵犯 它有權遣犯來的 因為你不是日本人 但是如果你入了直入日本 就算在日本犯事也好 你絕對是在日本坐牢 不是兩人都不想 這兩人都不想 設立公司方面實在是技術性太強 亦是留給觀眾朋友問的 有興趣的詳細思想 因為裡面有很多複雜的情況 但是你可否簡單說說 在日本開一間公司有甚麼程序呢 其實通常來說 因為正常我們香港人 你就不能夠在那邊開一間公司 或者開銀行戶口等等 所以通常我們的流程 我們會找一個共同白起人 即是日本的人 他去幫你一起設置一間公司 然後當你有一間公司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間公司 去申請我的簽證 所以通常我們就說 如果你真的要做成一個經營管理師 或者高度行動簽證 都是類似的流程 你遇到由幫你一起想盤生意 一起做文件 大約都要三至六個月左右 三至六個月之後 批准之後你就可以去大使館 甚至乎去到日本裏 去拿你的在籃卡 所以通常留成六至九個月 但是做生意方面 其實你們會否提供一些意見 或者一些資料給你 會的 這也是我們的長處 通常來說 因為經營管理簽證 又去到最核心的問題 其實重點就是經營管理這兩個條件上 因為很多時候外面坊間 就說做民促 或者做一些特許經營 其實特許經營店很多時候 經營管理成分很低 經營管理成分低的時候 就影響到你將來續簽或者拿到榮主 因為他覺得除了你都不是來做生意人 是來幫你製造 即是你沒有管理過 其實我都不用給你永居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正常流程來說 我們會看回你本身的背景 我們會幫你協助你去run你自己想做的生意 例如我們之前有些客戶 是做一些保健品的 我們都會想想 如果你要在日本做一些保健品生意 那你是不是要拿回商品牌照 甚至我之前有一個客戶也是 他想在日本開一間旅行社做香港人生意 但是在日本來說 你又要拿回一些旅遊的牌照 旅遊牌照在那邊 你如何去註冊 其實大家都不懂的 我們會幫你去寫計劃書 幫你去想想你要拿什麼牌照 之後我們的商會亦會協助你的 例如有些牌照 可能你要投資一千萬元下去 你才能拿到那個牌照 但是因為我們的商會 裡面有超過五百間公司 你要什麼牌照我們都有 我們的牌照就可以跟你一起共享 你就不用開始扔那一千萬元下來 你就可以用了我們的牌照 然後做了幾年你發覺 都可以做的 那你就自己申請那個牌照 那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優勢之處 簡單來說你也是建議 就是那個人在日本找到相關的行業去做 這便會快一點 沒錯 而且一定能滿足經營管理簽證的要求 因為很多時候另一個陷阱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特許經營店 香港有些都是 無論香港人有什麼背景 去到那邊就是開了洗衣服、按摩店 全部都是做這些 去到日本又會想到其實你們每個都是做這些 其實沒什麼貢獻 沒什麼貢獻 沒什麼貢獻 還有街口師也沒什麼貢獻 所以我們除了跟你的背景去考慮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些計劃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接待社的計劃 我會說一個是升級版的民宿 因為民宿都說了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坊間有些民宿介紹 要留意一件事的 如果你真的想在日本投資民宿 因為投資民宿是牽涉很多法例的東西 舉個例子 如果你在日本 我想在這一層裏做民宿 你要拿到當地大廈的業主、納物法團、地區團體 所有人的同意你才可以做 甚至乎你要問隔壁樓室有沒有人反對 有人反對你不可以做民宿 即是那棟樓的人反對你 你就不能做了 所以有些民宿未必會跟你說合不合法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不幸運買了這些民宿 如果原來不合法的話 我覺得簽證也稍微少 可能會被人罰錢 所以這也挺麻煩的 我們接待社的項目不是一般民宿 我們是一個高級版的民宿 除了我們真的租給 當然我們是合法的 拿了牌照 另外我們也會幫VtoB的 我們會接待一些商務團 就入住我們的接待社 幫他們做了簽證 幫他們做了小朋友 那這些就賺了錢了 所以這些就相當於經營管理的成份 就高了很多 另外我個人有問題 香港也不少IT人才 現在日本缺不缺 這方面會否有優勢 也有優勢 所以其實日本有不同的簽證 都是針對一些專業人士的 當然是很難找到日本公司聘請我 但也沒有問題 總之你無論是甚麼背景 你都可以考慮這個經營管理 或高度人才簽證 總之去到那邊 你想做生意我們可以配合你 我們幫你成功經營一間生意出來 拿到最後永住的身份 就算你想不到也好 我們有一個接待社的項目 都可以配合你拿到永住 以及可以入籍到日本的 Fred 這間公司很有雄厚實力 你做過多少個個案 其實我們的團隊都做過千個成功案件 在日本來說 還有我們是拿到日本政府頒發的牌照 那是甚麼牌照 其實它是一個叫在日外國人 經營管理一條零服務的 一個國家的背書牌照 基本上以我所知 暫時香港來說只有我們一間人 好的 如果寫的計劃 還有一件事忘記了問 應該有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 申請人的年齡有沒有上限 沒有上限 但我們建議正常來說 你有幾年工作經驗會比較好 所以一般來說 不要太小 我估計20多 25歲以上會比較好 但日本是一個老年年齡比較高的國家 如果年齡太大 他又不是太想你過來 其實也不會的 我們之前有一個客人70歲 70歲 是的 他也肯收 也收 高度人才收 只要你的薪金夠高 交多一些稅 他姓李的你不收他嗎 是的 神早收了 是的 另一件事 下距的地方是否一定是東京 不一定 其實這個經營管理或高度人才簽證 可以選擇任何地方做生意都可以 所以你喜歡在九州 你喜歡在四國 哪裏都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 例如東京的生活水平比較高 難度會否高一些 還是比我們以前說 例如澳洲或加拿大 你去遠一點地方容易一些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反而我覺得 看你的生意想做些什麼 例如我們之前的客人 去旅遊 他想做一些租車的 那些就充程 因為有些人喜歡潛水 喜歡旅遊 所以我覺得 會看你的生意的 性質是怎樣 如果你說 因為始終 只有一句 Pose and Concert 如果你要選擇東京的話 相對地 租金又貴一點 競爭又大一點 所以這個也好看他本身做什麼 或者你本身喜歡什麼地方 即是你喜歡東京 我迫你去大阪也沒用 不是 大家都是東京的 接著去大阪 接著去大阪 然後去福光 我知道了 因為鄭先生的那一篇 除了這個之外 高度人才 是否不同 這是另一種東西 高度人才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其實高度人才有三種 其實我們主力做是高度人才的 經營管理类簽證 其他兩類 老實說不跟我們有關 因為這些是科研類 即是科學家 或者是很強烈的 是做研究的人 那些大部分都不適合 所以我們主要是做高度人才經營管理类簽證 我簡單說是高級版的經營管理簽證 接著你可以快些拿到榮住 好的 日本的移民方面 Fred還有甚麼補充 宋先生有甚麼補充 我沒有甚麼補充 不過大部分香港年輕人 都想起回香港 就是日本 除了日本之外就是韓國 是的 日本還有甚麼優勢呢 日本其實還有一個 如果你是做高度人才簽證的話 如果你的收入久高 你可以申請你雙方其中一方的父母 或者申請工人姐姐也可以 工人姐姐 是的 因為很多國家都不可以 日本如果你是做高度人才 你的收入夠高 還有你有小朋友的話 你可以申請工人姐姐 嗯 這個我想是其中一個優勢 而且始終日本我覺得是 很多香港人喜歡這個地方 沒錯 如果你拿到日本的身份 對於你在那邊生活會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是的 除了日本之外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說韓國嗎 你不是東亞地區也是嗎 是的 日韓是日韓嘛 尤其是最近很流行的K-POP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最近 一些行李諮詢也好 或者我們做講座也好 通常我們是日韓一起去說的 因為日本和韓國相對地都是 其中兩個香港人比較喜歡的 一些旅行的國家 對吧 所以韓國 因為韓國相對地 它的選擇會更加多 不只是我做生意可以去到 其實它有其他選擇 沒錯 我有一位朋友一年四季 都去的 都去的 每兩三月就出版一次 春夏秋冬都去的 韓國的移民 起碼我自己不熟 可否簡單地說 有哪幾個範疇 其實簡單地說 一般比較熱門的有三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叫公益事業的投資移民 或者我們俗稱它是存款移民 存款移民是甚麼呢 就是我放錢進去 拿出來 這叫存款移民 所以這個也是以前給予 最受歡迎的項目 因為是一個政府的基金 保本的 不過總之五年後無息拿回舊本金 總之基本上你當免費拿一個韓國的身份 最簡單地說 我借錢給韓國人花 五年後就免費拿回來 政府和你保本的 政府和你保本的 一定會給你 第二個就是企業 企業就是做生意的那種 也有兩種的 稍後可以再說一點 第三種就是房產 買樓 其實今時今日可以買樓做移民的地方 老實說是不多的 韓國是其中一個 甚至葡萄牙都不可以買房產 所以韓國暫時還可以 有三類 一個是公益事業 一個是企業投資 一個是房產投資 公益事業的錢是多大? 現在來說 因為上年加了價 以前是很划算的 以前是說5億韓元 我看看今天的匯率 大約是300萬港幣左右 300萬港幣 放在韓國政府五年拿回來 放在這裡 不用花錢 是嗎? 可以拿回來的 不是說房間的投資移民說 最後拿不完 全部都不會的 政府和你保本的 但是因為上年實在太多人申請了 所以上年就將5億韓元 調移到15億韓元 所以現在來說 如果要做存款移民 就要900萬港幣 那企業移民呢? 企業移民有兩種 我會說近一年比較業門 因為以前來說 如果我只放300萬港幣 在韓國政府三年後拿回來 其實我不會考慮其他方案 是嗎? 因為上年它加了價格 由300萬到900萬港幣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一個 叫做企業移民 企業移民不是新的 只是因為以前也有一句 它有一個保本方案 就是保本 但是現在的900萬港幣 不是每個負擔得起 所以企業移民 是由上年我們推出的 我們自己飛去韓國那邊 去找一些生意回來 我們現在來說 有兩間的白區經營店 一般來說 剛才有台長問要投資多少錢呢? 你預算大約投資50萬美金左右 這個50萬美金如何得出呢? 其實他們有一個高額的投資移民的要求 是韓國政府要求 就是你投資50萬美金 進入一盤生意堂 或者你開一盤生意都可以 總之你半年後就可以轉永居身份了 這麼快? 很快 比其他簽證更快 比存款移民更快 所以企業移民的投資50萬美金 投資進入特許經營的項目 都是一樣的 你預算大約三至四年左右 你可以取回盤金 那麼是50萬美金大概400萬美金左右 那麼那個投資經營包括什麼範疇? 如果簡單來說 通常我們現在說兩間生意 第一間就是一間快餐店 全韓國都有五六十間分店 如果你在韓國你可能也有見過 第二間就是一間燒肉店 韓式燒肉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玩玩笑 那間全韓國都有近100間分店 都是一些連鎖的特許經營店 但是在韓國來說 它不跟日本的經營管理簽證 它沒有特別要經營管理 所以特許經營店也不會有特別的問題 意思是你擺一塊錢就可以了 其實你又不用怎麼理 總之它繼續做生意 你又繼續等 判斷之後你就會取得永居 因為韓國的永居就叫F5簽證 全部都是 臨居就有不同的數字 就是F2、B8、有不同的代號 總之永居就是F5 那退休移民可以嗎? 退休移民可以的 以前來說 全款移民 因為韓國就像剛才所說 是一個很勁老的國家 它在2023年的時候 就廢除了以前的人 如果你是55歲 5億韓瓦也不用 3億韓瓦 3億韓瓦即是大約不用200萬港幣 你便可以做到存款移民 即是說我放200萬港幣 他吸引老人家去 這是跟我們一般的概念 很報道而馳的 像澳洲那些 你55歲以上 500萬港幣 即是年輕易贓 年輕易贓 就越多錢 但韓國不是 韓國就是你越來越少錢 但實際上太多人申請了 所以在2023年6月 他都廢除了退休燕 不過我這樣說 他沒有年齡限制 如果你是55歲以上 你照顧虛意申請企業也可以 或者你想申請公益事業也可以 這跟歐美國家不一樣 那些是年輕勞動力 這就沒所謂 你年老總之給夠錢 他都收了 總之十八歲以上 基本上這些就沒有特別的要求 沒有投資經驗也沒有問題 沒有經營經驗也沒有問題 簡單來說韓國政府就是money 沒錯 企業經營投資方面 我相信不需要像日本那樣 要寫計劃書或其他之類 你只是扔錢進去 就自動幫你加進去 沒錯 相對比較簡單 但相對地我們會找給大家的債 一些比較穩妥的公司 因為企業移民到最後 因為不是政府的保本基金 政府不是保本基金 所以我們都找一些穩妥的公司 給大家投資進去 還有就是投資的地方 是否一定是多數是首爾還是怎樣 也不一定 其實如果你說企業這一種的話 其實它沒有一個地區的限制 反而房產那種都有 如果不分地區的話 那會不會亦是不同的地區 成功率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這則是沒有的 因為通常來說 這些特區經營店通常的做法就是 其實你沒有一個很大的 話事權在哪裏開 因為其實它已經有版圖了 即我可能在這幾個點上開 如果你投資下去 我就可能這個點就是你的 但其實到最後沒有太大影響 因為它都是整間公司去幫你做 即是集團形式 但你會否說幾個人夾粉 還是你自己一個持續一間公司 自己一個持續一間公司 總之你有錢就投資進去 其中一間店鋪就會是你負責 但當然也不需要擔心法例的問題 因為我們全部都會找韓國的律師 去幫你去看錢 有韓國律師跟你交 這就是韓國律師 因為其實韓國這幾種簽證 我們都是找韓國律師去做的 好 接著是房地產移民 那這個又如何呢? 房地產移民這相對地 我會說不是太熱門的方案 因為其實它在去年提高了門立 本身最新是要用10億韓文 去買一層大家比較熟悉的人村 另一些比較遠的就是平昌、泥水 那些大家未必聽過的地方 不是說買首爾行不行? 是不行的 而且大部份在這些地方 都有一些度假屋的行李 而且為何比較不受歡迎呢? 就是因為在這五年 你可以拿到永居之前 你是不能租出去的 所以這相對地沒有那麼受歡迎 明白 簡單來說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經濟條件 而且最重要是你喜歡不喜歡那些地方 你喜歡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 那它的移民方面 其實有沒有quota呢? 即是說每個國家收多少都會有quota 那麼日本和韓國 有沒有公佈了他們要收多少外國移民quota 理論上是沒有的 總之如果這一刻你想申請日本 申請韓國 其實我們可以立即幫你做得到 不像澳洲那樣 又說投資移民沒有quota 兩年都沒有開 那就不會的 澳洲比較麻煩一點 但日本和韓國這些 基本上你想申請我們就可以幫你做 如果韓國的移民 它有沒有韓文的考試? 有的 因為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如果我們一般說的永居 是不需要考韓文的 我正在說的是 如果你用公益事業投資移民 或者你是企業投資移民高額 即是50萬美金那種 如果你用永居是不需要考韓文的 什麼時候要考韓文呢? 就是如果我真的決定入籍韓國 這個韓國就是允許雙重國籍的 這個亦是跟日本不同的地方 你拿了韓國護照 你可以保留特區護照 但是你要拿韓國護照 你要歸法 你要真的融入別人的社區 其實就要考韓文考試 但是一般來說 韓文考試只是一個名字 真實來說它叫KIIP 一個叫社會文化的綜合評估 那麼長的名字 其實就是有六個level的課程 讓你上升的 每一課會教不同的東西 教一下韓國文化 教一下歷史 教一下日文等等 總之你每一部分的level 做了一個測驗 就可以上升你的level 我忘記了一般數百個小時 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年輕時 需要歸法復兵疫苗嗎?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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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反過來 剛才提到要考韓文試 如果你是60歲以上 免了韓文試 都可以拿到韓國護照 所以亦是另一個 韓國比較勁老的地方 總之你60歲以上 我都不希望你可以考到韓文 總之你不懂韓文也不重要 60歲以上就自動進入 總之你要在韓國定居就可以了 沒錯 最後就是Fred 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服務 給到申請的朋友呢? 都是跟日本一樣 所有的韓國的簽證 我們都是找回韓國的律師去做的 你就不用怕 因為其實坊間有些 只是找一個懂韓文的翻譯員 因為你要知道 就算懂韓文也好 你不會懂當地的移民法例 我們香港人 每個人都懂得中文的 代表我們懂得做香港的移民簽證 也不代表 所以我們找回韓國的律師 無論你做哪個簽證 我們都用韓國律師去做 還有我們的服務 是包含你去永居的 這也是我們跟坊間中介主義的分別 坊間一般幫你拿了一個臨居 拿了一個臨居簽證就算了 但是我們的服務是有的 臨居到你永居 我們都包含你 另外我們都包含你 我們會陪你一起飛過去 不用怕買豬仔自己去到韓國 不知哪裏開銀行戶口 又不知那邊的入境處在哪裏 不用怕的 我們會和你一起飛去韓國 簡單來說就是 叫做一條龍 重要所說的一條龍 就飛過去幫你搞定 然後我們拿了身份證 沒錯 當然如果需要查詢的話 就應該看電話 就問宋先生和Fred 現在看到都很快 有些是快到一個月 最快一個月 韓國是快一點的 韓國相對快一點 因為都是money 錢到位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來說 其實節目時間有限 其實想說多一點 這兩個是東亞的國家 南亞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 例如新加坡、泰國等 基本上都是熱滿的 由於時間關係 沒辦法了 不夠說太多 升馬泰 升馬泰 打電話 6221-4438 問宋先生和Fred 我們會盡量詳細和你研究一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